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黑说韩国瑜抱怨经验没传承 但真相 等一下告诉我们 603 韩国瑜新竹封关造势 抢客家票 这一回换韩国瑜拔郭台铭的装 好 这一次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夜数0元 今天一早7点多的时候 他就跟市民共享以当地 如鱼为主食材的早餐 而且前往渔港 为善委国小的风帆 对小对手来加油打气 但是他也被问到说 他特地去巡视中云跟上尾 是不是为了选前 在电视辩论会上面 相关的议题上吃过亏 特地来关心 韩国瑜否认 他说这本来就是安排好的行程 叶树林园 韩市长起个大早 到三尾渔港和市民共享 以鲁鱼为主体的海产洲 还有乡间鲁鱼 鲁鱼松 外加鲁鱼胶原蛋白 还是让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知乎好吃 可能是动手术开刀料一摇 医生的经验 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说尽量吃一下鲁鱼 水环境的这个计划 我们大概提了8600万的一个规划 海洋局长当场讲解 三尾渔港的改善工程 将又先向中央申请8600万预算来进行 这一次的辩论 在中云还有上尾渔港的问题 是在那个地方有吃亏 那今天来是想要血池 跟血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正好来林园夜宿 看一下环境保护 了解一下空气污染的情况 跟这里的民众座谈 那本来就安排 这个三尾的中云渔港 这跟这个辩论的血池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下个月我计划要到原住民地区 跟原住民朋友 请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韩国瑜否认到三尾渔港 是为了选前的电视编诺会 被洗脸来血赤 对于郭台铭近日杠上特定媒体 他怎么看呢 对我的抹黑 说实在的已经到了夸张了 让我实际上想到周星子 那部电影叫《功夫》 火云鞋神棒棒棒棒棒棒 打了周星子满头包 最后内力越来越强 那郭董事长可能刚从企业界到政界 接触这么大量的新闻界 我相信他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校长站不站 抵达三位韩市长也临时正家行程 换上雨鞋 为一早四点多就起床 冒雨练习风范的国小学童 加油打气 TWBS新闻 林一邦林又璇高雄报道 好 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 接连爆发所有窃听 窃盗相关的风波 难道真的有内鬼吗 有人质疑说这是韩国瑜市政府故意设计的 对此高雄市长韩国瑜否认 他觉得这样的说法很无聊 现在已经下令要警方彻查 尽快的查明真相 但这个市府接连爆发了一些 所谓的机密行程外泄压 市长市被窃等事件 那也比对一下 韩国瑜上任之后 他不住进官邸 甚至还大动作把办公室都搬家了 是不是早就已经怀疑被人监控了 市长会不会怀疑有内鬼 我不晓得 因为是不是网路高手不知道 而且他不一定要是内鬼 他可能可以在遥远的空间 只要他有这个阴谋的话 他想要犯罪的话 他可以用现在的科技 高市府是不是出现内鬼 韩国瑜不敢妄下定论 但对于一连串监听窃听事件 被说是故意设计 韩国瑜说这样说法很无聊 担心有内鬼就是因为高雄市府市长市的副主任 胡美英收到有人冒用高雄市轮船公司董事长 黄文才的名义 要索取韩国瑜电视发表会的讲稿 连市长办公室主任邱元宝也被冒用身份寄信给其他幕僚 还疑似附上病毒连结 让韩国瑜怒怒要近方彻查 放了上买坪的官邸 不住韩国瑜在外掏腰包自住房子 不过当初说是为了节省经费 现在却传出很可能是怕监听跟监视有关 此为高市首位不住官邸的市长 不仅如此还大动作更换办公室 从四维行政中心迁到凤山办公 因为先前厨房新马就曾曝出行程提前曝光 当时就曾呼吁公务员要注意保密 没想到二月又曝出有前朝摄影官潜入市长室偷窃 因为刚受理报案 这个部分我们会跟相伙单位调资料 来做进一步的侦查 当初就有不少蓝营人士认为事件不单纯 现在接连爆发窃听案件 意图冒用官员信箱盗取机密文件 只是这回发生官员信箱遭到 赞宠在国外照常使用的诈骗手法 是故意混淆视听 还是真的来自境外操控 现在市府正式报案 交由刑大跟凤山侦查队争败 但在人还没抓到之前 韩市府团队各个人人自为 台北市的双子星案 投审会驳回了南海控股的申请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质疑投审会以国安的理由卡关 没有客观的标准 他并且反问南海也有投资 民进党中常委的阳性银行 是不是也有国安的疑虑 他在双蔡政府之前拖了五个多月 就在他呛瞎要去总统官邸之后 效率怎么突然就变好了 又一句话 酸保蔡政府南海控股投资双子星 遭投审会驳回 理由柯文哲无法接受 今天投审会并不是以他们是 中市公司为理由驳回申请 而是改用另外一条法令 外国人投资条例 以违反国家安全为理由 驳回申请 不过以没有客观标准的国家安全 当理由来驳回申请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会造成 外国公司投资台湾的不确定性 拿着手稿一字一句照稿念 柯文哲谨慎应对 嘴上说尊重的同时 也发动公事 质疑是两套标准 控制原本计划靠双子星 为市政加分 在白绿激烈竞争下 外界认为民进党 不可能在这时送分 以不利国安卡住双子星 一是把他打成大陆同路人 二是不让他打正机牌 我跟你说 也不要把人家想得那么排心 政府做事还是要可预期的 有规则可预期的 我还是觉得说 那为什么要花五个月 才能够决定他有国家安全威力 这奇怪 怎么想都认为其中有鬼 难道是像柯文哲所说 民进党开始放狗咬人 我看这次不是狗 是老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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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 没有震怒 柯文哲异常淡定 市政建设牵扯选举 白绿对杠升温 由双子星案揭开序幕 TVBS新闻文 黄俊为装配文 李皮SN饶组 台北报道 好 柯文哲说他很赞叹 因为昨天这个投审会 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驳回了双子星案 也洋洋洒洒 列出了三大理由 认为这个投资人 跟大陆市场的渊源太深了 加上双子星案 位在西区的枢纽 未来很可能 很容易就会受到 大陆政策的影响 所以驳回 这让国民党的立委痛批 这都是政治考量 双子星案纠缠五个月 投审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基本上它是位置在台北地区 重要的一个交通 所有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这个部分 当然是涉及到 我们国家安全的考量 这个南海控国集团 大陆中国人士高度参与 南海控股公司的 营运跟政策 跟大陆太有渊源 投审会驳回 洋洋洒洒洒 列出三大理由 投审会认为 台湾南海集团 大部分的员工跟业务 都在大陆 依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应该认定是 中资不是港资 南海控股 有大量大陆籍成员 参与营运 这也踩到投审会的红线 投审会再指出 香港南海的股票 已经全数值押给中国数码 加上员工几乎都是大陆人 当然不能过关 大家都太把太政治化了 很多事情 台湾不就是要依法行政吗 我们现在很多民众 要下架蔡政府 不就是他不依法行政吗 不是依照大陆地区人民 南海投资许可按法 认定他是大陆地区投资人 而驳回 纵使他是依照外国人 投资条例来申请 他对我们国家的安全 也有不利的影响 投审会强调一切依法处理 如果投资方不服 可以提行政诉讼 只是选钱用中资的理由 抛出这样的震撼蛋 不免引发外界联想 TVB的新闻 今年度下半年的陆海空军 将官晋升典礼 今天上午举行 一共有19个人晋升 蔡总统清零训勉 怕不忘重提对岸的威胁 针对双子星案 因为国安的疑虑 最后喊咖 国安的问题要怎么界定 总统离开的时候 被记者问到 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快闪走人 和平必须靠国防 国防必须靠各位 跟金人将领一一握手 总统蔡英文出席 今年度下半年陆海空军将官 晋任授接典礼 只不过这一次晋升的中将 有六位少将13位 总共19人 堪称史上最少 徐勉施总统则不忘 再度重提对岸威胁 近年来 中共透过外交手段 军事威胁 政治渗透等各种方式 影响台湾 企图冲击台海稳定的现状 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 限定对岸就是威胁 兰尾看不下去 红蔡政府只为了选举利益 那特别是面对于 两岸很多关系 紧张的关系 然后不确定的因素 达到让人民对于 明年选举大选的恐慌 达到自己的政治利益 投省会基于国安疑虑 双子心案最后一分钟喊咖 韩国义也质疑自己被窃听 引发质疑中央是否利用 国安机器国安问题 打选战 总统请问双子心案 是否涉及国安 总统国安要怎么界定 看看记者笑得有些尴尬 总统快步离开 后头的李大为 同样跟着快省走人 同一个问题 来到国防部长这里 不回应不回答 只不过选举剩下半年 国安议题不断浮出台面 难免被人化作联想 TVBS新闻附建城 刘婷婷台北报道 高雄市本土登革热又增加了一例 累计达到了25例 高雄市长韩国瑜他表示 是前朝经验没有传承 这样的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引起了时代力量的议员 黄杰怒批 他说这是一个推卸责任的说法 不过事实上市长的说法 恐怕是被扭曲了 高雄市出现第25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是住在顶墙里的60岁女性 卫生局人员忙着喷咬消毒 疫情持续发烧 韩市长说是因为前朝经验 未传承 引起议员炮轰 韩市长这样应该是 史上最没有担当 最不负责任的一个首长 防疫人员非常的辛苦 那韩市长这样说 是不是就是在打击 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士气 甚至对第一线防疫人员 也非常不公平 为什么他可以把责任 都推给前朝 更何况这些经验 怎么会没有传承 事实上卫生局副局长林蒙桥 在成局市长时期 就担任副局长 他从民国84年 就投入登革热防治团队 经验达24年是防疫专家 现任的疾管处长潘昭 也有近十年的防疫经历 对于前朝经验每传承 处长另有解读 各地方的协调上面 在这一部分的一些经验 是有一些变化了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市长的指教 我们会虚心的检讨 但他强调中央的补助款 5300万已经拨下 第一笔2600万 并不影响防疫的进行 整个的防疫运作 已经在运用到这一笔钱了 登革人25名 请大家要你做好做完 谢谢 我们登革人这边 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来 尽量来全力来防范 那我这边该做的工作不会停 也拜托陈欣麦副院长 尽可能在防疫这一块 能够尽量来帮助我们高雄 登革人疫情持续发烧 中央与地方的战火也没停歇 TVBS新闻李战胜高雄报道 好 市长又被扭曲了 他到底有没有讲到说 他觉得这个防疫的经验 前朝到现在十几年的经验 都没有累积 这个话一出来 大家马上就很生气 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白眼女神 黄杰 他有讲到说 这个市长 你真是史上最没有担当的 就是你韩国瑜了 你自己都不顾高雄 不代表防疫的同仁没有在做事 他说你讲说这个前朝的经验 没有传承 这个真的是很糟蹋 尤其你第一线 辛苦防疫的工作人员 你这样的市长 真的没有担当 只会推卸责任 而且把蓝绿挂在嘴边 包括一些其他的反 这个韩的粉砖里面 他也有讲到 韩国瑜又被自己人打脸了 所以韩市长抱怨说 这个扑灭登格勒的经验 没有传承下来 他特地他去引述说 新闻局局长 王浅秋他讲说 他当时称赞说 疾管处的处长潘兆颖 是市政府里面的防疫老兵 也是环保署里面 环训所里面 并没防治的专业人员 是说他非常经验老道 怎么现在市长却说 这个市府十几年来的经验 没有传承 这个落差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一篇还自己讲说 这个韩市长真的是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高雄发生登格勒 现在韩国瑜痛骂 以前防治登格勒的经验 都没有传承给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落差这么大 其实我们仔细去听 他昨天并不是讲说 以前的前朝的经验 都没有传承 他其实很认真是说 包括了台南 屏东 高雄 我们的防疫是一体的 以前的经验 其实在二月的时候 彼此就会一直防疫了 可是今年好像到六月 都还没有启动 他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传承了 十几年的这个体制 这个方式 到现在没有传承下来 你信不信他原来是这样说 不信吗 来听一下 这是一个打篮球 一个区域联防 就是登格热的疫区 这些城市里面 就是屏东 台南 高雄 整个联防起来 那郝龙斌副主席的意思 讲得很清楚 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每一年春节一过之后 就开始启动 那现在是六月份 市场已经慢了 那为什么过去十几年的经验 扑灭登格热 都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经验 为什么没有一步传承下来 而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 来扑灭登格热的工作 我觉得这里面有漏死掉 所以亡羊补牢十位玩意 现在要赶快去做它 我想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每一个县市政府 该负的责任该做的工作 绝对不能偷懒 不是说一头赖的中央 不是这个意思 是整个由中央来 把我们这个南部 这三县市整个整合起来 那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 各方面的协助还是这样的 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 是不是扭曲得很严重 而且你仔细听 其实他讲的是 是因为郝龙斌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是郝龙斌告诉他 说以前你们跨县市会互相合作 这个经验怎么没有传承 他是转述 转述居然掐头去尾 也可以扭曲他 这个真的还好我们有还原 不然这一次真的是冤大了 好 这样 再来 你 你 我 感谢观看